针对台湾问题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 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 不断地虚化掏空 一个中国原则 但如果有谁敢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大搞 以武剧统 董军透露 解放军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应对台独武装 就像梦中捉鳖不足挂齿 董军在香格里拉峰会上 谈及台湾问题时指出 中国依法处置涉台事务 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尽管大陆方面始终致力于和平统一 但国家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 他还强调 如果有谁敢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中国人民解放军 始终是捍卫主国统一 无坚不垂的强大力量 将以及时坚决有力的作为 遏制台独 确保其图谋 永无得逞之日 谁 单敢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 自取灭亡 另外针对以民进党为首的 台独势力 董军表示 台独分子当前正大肆谋求 以武巨统 长期搞穷兵独武 但解放军已做好充分准备 面对台独武装 就像瓮中捉鳖 不足挂齿 其实我作为一个防长 我也很坦诚 和大家讲 我们对任何的台独的极端情景 情势 我们准备非常的充分 也有能力 对对台独武装 我们就像空中捉鳖 不足挂齿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看了这些小型的检讯 我们看了个小型的检讯